時間差不多了,我最後只想不提一提一個人物,就是瑪利亞。 瑪利亞是一個榜樣,她如何充滿聖神,聖神如何帶領著她走路。 我們知道有關聖母的描寫在聖經裡面不多,我在外面有得買一本書《描災瑪利亞》。 聖母在四本福音中開口六次,她的說話不多,就好像一幅中國的水墨畫,流白很多。 但是最後一個片段,我們看到第一次聖母出現,就是聖母領報,聖神臨於她。 聖神天主的德能將會任給你。 最後一個圖像,就是聖神光臨。 瑪利亞在門徒之中,和門徒一起期待聖神。 她的一生,我們說聖神引我路,聖母是鞋毛。 因為聖母的一生都是讓聖神去帶領。 這個聖神帶領不是一開始就知道清楚了她要做什麼, 其實聖母也問為什麼,都有很多未知的東西。 因為在聖母領報的時候,她就很害怕,她說這事怎能成就。 不要以為聖神的帶領,一開始就什麼都知道了。 聖母也是一步一步地讓聖神去帶領。 剛才我們說,聖神會使我們激發我們的情懷,使我們呼喊。 聖母也有這樣的經驗。 當她和伊撒伯爾相遇的時候,心情高漲,兩位女士相遇。 兩個都是受到天主的特別的照顧,特別的恩寵。 一個是同精懷人,一個是老年懷人。 兩個人的相遇就拆出火花,大家都充滿聖神。 以撒伯爾充滿聖神就說, 這事我何來的福分,天主之母來到我身上, 你是有福的,因為你胎中的兒子亦是有福的。 從她口中套出讚頌的言詞。 瑪利亞有一樣,我們令民眾由上主,我們在開始的時候唱歌。 這就是聖神的激發。 伊撒伯爾充滿聖神,瑪利亞充滿聖神。 兩個充滿聖神的人相遇,不可以不激發出美妙的言詞。 可能我們的基督徒之間的相遇,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充滿聖神的時候, 就很容易會激出火花,很容易那些美妙會走出來。 心中的美妙會拆下拆下, 你拆我,我拆下,這樣就出來了。 變成一個很美妙的相遇, 還有瑪利亞還出口成詩, 那些詩情話意都走出來。 很多時候我想,如果我們基督徒之間的相處是這麼美, 這麼有詩情話意, 大家都誤出天主在對方身上所行的美妙。 大家相撞,大家相撞的時候, 就擦出美妙的言詞。 生命會是多麼美呢? 不單止這兩位女士, 這樣受到星神的密感, 講出美妙的說話, 連他們胎中的孩子都相遇, 都在跳躍。 整個圖像是非常之美妙的, 就是星神在兩方面都推動, 讓我們用這個圖像來結束今天的反省。 星神好像風,好像水,好像火, 這樣靜默地在我們的身上工作。 星神使得我們記憶起耶穌所對我們講過的一切。 星神在我們心中呼喊,阿爸呼喚。 星神把我們裡面的最美的東西拉出來, 使得我們生活得美妙, 生活得有詩情畫意, 使得我們人與人之間的相遇, 亦都變成美妙。 好,多謝大家。